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方面 根据前面爆料 魏龙16S的外观设计总体与魏龙16TH十分相似 机身正面的下半和边框相较于16TH进步缩窄 机身背面则延续了一贯的对称设计 后置相机升级为束牌三摄 下方是标志性的环境闪光灯 此外有消息称魏龙16S将会是第一波搭载 使用550芯片的手机 而8GB大运存 屏下指纹失眠亮点同样不会缺席